抗癫痫药物的选择 首先是要根据癫痫发作的类型 不同的类型要选用不同的药物 其次就是癫痫药物 它的选择是要根据患者的血药浓度 那么血药浓度对于是我们采用丹药 调剂量还是联合用药 它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再一个就是癫痫药物的选择 是要根据病人的耐受性 如果说这个病人它是一个大发作 他应该选Bentina 但是他吃了Bentina以后 他出现一些严重的不良副作用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去调整一些药物 癫痫治疗我们选药的时候 不能盲目地去选 要依靠病人发作的这个类型 然后去选药 你比如说大发作的话 我们首选像本陀因蜡 本巴比陀 病毒酸钠 康玛西瓶等 那对于小发作的话 一般就是像 医活胺呀 病毒酸钠呀 不是说盲目地去选 那对一些急症难发作的这些患者 常选用的药物 就是像 鲁肖西盼呀 这些药物 主要就是 看病人是什么样的类型 然后再根据不同的类型 选用不同的药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